谁 是谁 是谁杀了我天元宫公主 疯狂质问声轰鸣 神石边上有人仰手问天 双目赤红 落剑宗苏黄 大船之上一个淡漠的声音响起 众人骇然回首 然后他们看到一艘大船 这艘大船这一个月成为主墓 自然所有人都能够认得出 正是那万神殿的大船 大船甲板之上 那个眉心中有一点诸红印记的俊美青年 再一次的出现俯瞰下方 诸神者必为落剑宗苏黄 他再一次开口 落剑宗苏黄 好 好 咬牙牙切齿的声音 从神尸旁的那群人口中想了起来 我天元宫与你落剑宗施不两立 不共戴天 那人嘶吼着 带着乌边的杀鸡和愤怒 阳天狂吼着 随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抱起了神尸 转身走过来 落在天元宫的大船之上 破空而去 哎呀 天元宫的势力非凡 据说光是神灵就有三尊啊 这是要回去搬救兵吗 天哪 神灵们在不可知之地大战 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个月 怎么会走到这种局面呢 不知道呀 千年一遇龙门开 果然是多始之秋啊 我现在有些迟疑 是不是要先离开再说 先天生灵们一边流泪一边讨论 心底的悲凉仿佛在此刻都抑制不住 但是似乎又和他们本身的震撼等情绪 不成冲突显得极其的诡异 而这样的悲凉情绪 一直到高空中的乌云忽然之间缓缓地消散 这才瞬间消失 诡异到难以言喻啊 万神殿的大船又离开了 仿佛来此只是为了告诉一声天元宫的人 杀人者究竟是谁 更多的先天生灵开始远离了这片海域 神灵们在先天生灵不可感知的地方大战 他们有些担心 不知道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 毕竟神灵的威势远远超过先天生灵们的认知 而伴随着第一尊神灵的陨落 有不少人的心头也在此刻浮现出一层的阴影 尤其是这一次有神灵长辈来到此地的人 更是一个个显得非常的焦虑 抬手看向了虚空 夏居也在关注啊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比如 金刚宗的那些大和尚 这些金刚宗的大和尚前段时间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突然之间又出现了 他们出现之后就盘坐在虚空之中 约莫着有七八个人 那个名为玄心的青年和尚坐在正中 他们一个个双目紧闭 宝像庄严 口中低咏着佛经 看上去仿佛是在祈福一般 夏居想起了那十七尊 围攻着老宗主的神灵之中 似乎的确有一个大和尚 只是那个和尚全程似乎也在打酱油 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并且十分的不显眼 很可能是金刚宗这次过来的神灵吧 而除开金刚宗的人 夏居还看到那个叫做弱弱的少女 她也出现在了一艘大船的甲板之上 她的师兄就站在了她的身后 神情严肃 而这个神情颇为颇辣 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 此刻再看她的表情 却透露着一种焦虑关心 看着高空之上 显然她也有长辈是神灵 除了这两个人 还有那个和夏居对赌的莫千尔 她也出现在这艘大船之上 眉头微微地猝起 也在高空之中 时不时低声地和那少女说上两句 似乎是在安慰对方 这个莫千尔让夏居的神情 微微地移动 她不由想到 那个应对了血神一脸 然后直接离开的神灵 莫长生 都姓莫难道是她的长辈吗 出去他们之外 渐渐地有一些气息极为强大 但外表很年轻的先天生灵 都开始出现在这 比如那个纪无星 他出现在一艘新的大船之上 在他的身边 又出现一些气息和他相当 穿着也十分华贵的青年男女 那很有可能 就是大夏此次来到这里的其他人 夏居还看到了一群 让他感觉有种熟悉气息的人 那也是一群穿着华贵的青年男女 而说熟悉 是因为他们所在的船 着实让夏居有一种熟悉感 因为他曾经亲手拆过一艘 那就是周云威的兄弟姐妹 是来自大周的人 还有 楼门的确引来大量的天之骄子 之前各自分散 但因为神云 反而在这里聚集 其他的先天圣灵 倒是远远的退开 但是有些背后有神灵背景的人 现在反而聚集过来 因为只有他们 才真正的关心 神灵大战到底是什么结果 不可知之地 也不知道在哪里 恐怕只有神灵们 才能够有所察觉 懂得空间之法的下缺 早就已经在暗中进行观察 他也是并无所查 所以只能够等待 在不知不觉当中 又过去了一个多月 这已经是超过了天机老人 所认定的 龙门开启之日 渐渐地 周围的人都开始嗡嗡地议论 甚至一些阴谋论 也在此刻浮现 龙门 也许只是个诱饵 很可能就是假的 目的是为了方便 将这些神灵聚集在这儿 针对洛剑宗 发动一次攻击 这样的阴谋论 一开始自然没有多少人相信 但却也有不少人 是半信半疑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门始终不见动静 越来越多的人 就开始相信这个说法 甚至就连下缺都开始怀疑 难道说这龙门 压根就不存在吗 难道这又是血神 或者说是万神殿的阴谋吗 假借龙门之名 将老宗主引到这里 布下一个杀局 就在各种各样的 妖言满天飞 甚至不少人 都已经开始深信的时候 九月初一这天 无边的海域的高空之上 一扇青铜巨门 却在所有人的面前出现了 那青铜巨门 高约有万里 隐没在云中 一种古朴 浩荡 辉弘至极的气息 将那青铜巨门出现的一瞬间 骤然镇压了整片天地 天地失声 风也停了 波涛汹涌的大海 也在这一瞬间 仿佛被平息镇压 整个天地 仿佛在这一瞬间 都按下了暂停键 所有人的目光 都变得呆滞 看向了高空中的 青铜巨门 而在所有人 都还有些蒙圈之时 青铜门下 缠绕着这片云雾当中 一颗庞大的龙头 忽然从西渤的云层当中 探了出来 目光 俯瞰着整片天地 那是 霸下 神兽霸下 这头霸下 也不知道有多么庞大 万里青铜巨门 就在他的背上 而他仿佛就自那虚空中 走出来 悬浮于空中 而后 凝滞在了那里 短暂地沉寂了片刻之后 卢门 卢门出现了 仿佛声音都变得撕裂 而这般撕裂的声音 也撕破了 这一瞬间的寂静 整个天地 所有人 也在此刻变得轰然 出 入龙门 得造化 先天生灵变得疯狂 一道道身影 骤然间冲天而起 疯狂地向着青铜巨门 冲了过去 他们的眼珠子都红了 带着期盼 带着疯狂 通天的机缘就在眼前 再也顾不了其他的了 神灵大战又如何 落进真传 换取神灵法 又能怎么样 入龙门 可得常神之造化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呀 红龙之间一道道生灵 疯狂地向着青铜门 冲了过去 大家都 青铜巨门 恨是神秘 不知它从何而来 仿佛来自于天外 又仿佛来自于虚空之中 在一头神兽坝下的背上 它隐没在 朦朦胧胧的云雾当中 飘飘洒洒 近乎于不真实 但自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压 在天地当中降临 这种威压 不同于神灵那种 直接而纯粹的力量压迫 而是一种 大事 这种大事 宛如站在了一座 通天彻底的绝风之下 昂首震撼 深入灵魂 心头战力 更是有一种浩瀚的神圣气息 缥缈而又真实 难以言喻啊 是真的有龙门 下雀震撼 抬头看着青铜巨门 古老相传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而坝下 就是龙之地九子 坝下 又名必戏 行死归 好服众 坐立之貌 青铜巨门 就在他的背上 但是这头坝下 明显状态不太对劲 他虽然双目俯视着下方 但却是很是平静的 或者说 墓中竟然毫无波澜 看上去不似生灵 这种眼神 让夏雀瞬间想到 另外一头神兽的模样 荒神 昆虚 这坝下 也是荒神之一啊 夏雀想到这里 又想到了那头 游走在整个玄天星的 荒神 昆虚 那头昆虚的眼神 不就是眼前 这坝下一模一样吗 平静 甚至可以说是空洞 机械式的行走在 玄天星之上 难道 这坝下也是 荒神之一 果然 这龙门和坤谷 或者说 和那个不知道 多么久远的上谷 有着联系对吗 昆虚之口 是通往昆谷遗迹的 而昆虚 作为天南狱 极富盛名的荒神之一 如今这坝下 给夏雀的感觉 又和面对着昆虚 是如此的相似 就难免夏雀 不会多想一二了 思绪很乱 但很快夏雀就 轻吐一口气 他没有变得轻举妄动 而是打算 先去看看 这坝下 拖着青铜巨门 出现在了海域上空 距离 玉龙群岛 其实很遥远 但是因为 他个头太高 太大 高达万里 所以仿佛 就在眼前一般 而因为这 青铜巨门的出现 无数的先天生灵 已经争相恐后地 冲了进去 这原本停靠在 玉龙群岛周围的大船 都已经朝着他急速开拔 除开先天生灵之外 海面之上 更是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 小的船只 正是那群 后天生灵 龙门开启 可以让先天成神 同样 也可以让后天成就先天 而后天生灵的数量 可就多了 他们并没有 可以破空的云周 但是却有其他大船 乘风破浪 刹那之间 整个玉龙群岛 已经有百万 蒸馏般的浩瀚局面 站在高空中 可以看到那些 后天生灵 也和先天生灵 一模一样 脸上带着疯狂和期盼 一往无前 向着青铜 巨门寨的方向而去 无论是先天 还是后天 追求机缘的心思 倒也是一模一样的 终究很快 越来越多的先天生灵 都向着那边而去 其中包括 原本在东岛附近 担心神灵大战的 那些人 在相互低语了 一番之后 也都开始了行动 向着青铜巨门 开拔而去 下缺 现在也开始了行动 他一边向前走 一边远眺 这青铜巨门 出现的动静 如此之大 落见宗的人 多半也能够看到 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来啊 还有周云威 自当日一别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她的踪迹 不过这位九公主 其实也挺聪明的 多半 也是找了个 安全的地方等待着 如今这龙门出现 多半也是要过来 龙门 可以直接地 提升生灵的生命层次 除非是成为了神灵 否则 无法记住 龙门中 所遇到的一切事情 当真 是神秘无尽的存在 不知道它具体 是个什么地方 又是否是 和这上谷有关呢 心中浮现出 越来越多的谜团 夏雀 清吐一口气 跟随着人群 向着青铜巨门的方向 飞了过去 越是靠近云雾当中的 青铜巨门 那巨门上 传达出来的大事 给人的感觉 就变得越加强烈 渐渐地 夏雀看到了 那青铜巨门上的 一些细节 如此 那一片片绿油油的铜锈 光是看 就感觉有一种 厚重的沧桑感 仿佛这扇巨门 是从历史的长河中 走出来的一般 每一缕 每一寸 都带着 最悦的厚重印记 让人震撼 那门之上 明显着还有一些浮雕 那些浮雕 看不清楚 具体雕刻的是什么 被斑驳的铜锈遮掩着 又或者说是 雕刻者的风格 有些奇特 让人很难 第一时间 就看出 他雕刻的是什么东西 终于有先天生灵 最先靠近了青铜巨门 站在巨门的根处 但是 这高约万里的巨门相比 人类在他面前 就跟蚂蚁也算不上 这种震撼 变得更加强烈 再多的期盼和可怕 在真正面对 这些神秘的青铜巨门之时 都是变得如此的清醒 这些先天生灵 一个个都紧张地 抬起了头 看着这完全 看不到尽头的巨门 真正到了临头 却又不敢轻易地妄动 他们小心翼翼地临近 此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曾经见识过 上一次龙门开启的人 是那些神灵 但是如今呢 这些神灵不知道 都跑到哪儿去大战了 却是没有人告诉他们 下一步该要怎么办 又或者说 有少数的人知道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不清楚 他们小心谨慎地 看着眼前的青铜巨门 还有霸下 心头在不断地发展 还好的是 这头霸下不自那昆虚 那昆虚一旦接近 就直接地开口便吞 神灵都是逃不掉的 比如血神都不敢靠近 但是这霸下 似乎只是背负着 这巨大的龙门一样 而后就目光空洞地 站在那里 要不是时不时 还动一下弱大的头颅 看上去 简直就是如同死雾一样 但是这巨兽还是太吓人 他背上那高约万里的巨门 可以想象 这霸下的体型有多么庞大 那头颅似乎是龙一样 但是漆上却没有龙脚和龙鳞 而是一种漆黑 肌肤质感的粗糙皮肤 那皮肤上的褶皱 对于大多数的人类来说 就如同是大山上的岩石 漆黑而且坚固 每一道褶皱 就如同山崖上的裂缝 让人看了忍不住地吞口水 变得心惊肉跳 越来越多的先天生灵汇聚而来 围着的却又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办 此刻他们正在嗡嗡地议论着 但巨门太过于神秘 并没有人敢贸然行事 香也知道啊 要是不慎触碰到什么样的劲值 以这青铜巨门 所能够散发出来的威势来说 恐怕就算是神灵 都要吃个大苦头 莫说是他们这些 先天圣灵 诸位莫青 这龙门是真正的机缘之地 至少在进入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直接以首出门 便可进入了 而就在此刻 一个声音平静地响起 众人看了过去 却又是那万神殿的那名青年 他的话让人惊鹤 但却没有人轻易相信 都只是看着 诸位若不相信 那本人就先行一步 为诸位做个开路观 那青年微微一笑 说完了这句话 直接地身形移动 就向着巨门的方向 飞了过去 但是他这一动 却是让不少的先天生灵 心思突然变得活络起来 他们想起 这人曾经代表一尊神灵 给纪无星 传授神灵之法 说明和神灵的关系极尽 也许是真的知道什么 也不一定呢 此刻他抢先 难不成 先入其中 还有大机缘吗 当想到这点 不少人的心头 也变得不从容 来龙门 不就是为了 争夺机缘吗 而要是先进入龙门 真的有所好处 却因为自制的 犹豫而错失 那才是真正的大愚蠢 这倒是不必了 我们自然相信 阁下的话 有人在此刻心头一横 决定相信 这个青年所说的话 说完之后 身形也急速地 朝着那青铜巨门的 方向飞去 速度 也在此时变得极快 有人行动 也就让其他人 更忍不住了 也是顿时地 飞了起来 奔着那青铜门的 方向急速掠区 万神殿的青年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却是淡淡的一笑 速度没有加快 似乎也并不在意 被人抢先一步 而今这里所谓的 卧骨藏龙 但其实真正的 名门之后啊 比如说 有神灵长辈的那群人 其实都没有动 还都在远处 有人急速靠近青铜巨门 看得出来 虽然他速度最快 可是心头还是些许的忐忑 越是靠近着青铜巨门 他就越是觉得 有浩瀚的气息 震撼着他的心头不宁 此刻他小心戒备 全神贯注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都会急速地返回 不过 似乎真的如那个青年所言 至少在进入之前 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于是他轻轻松松 突破了三百里 来到了那青铜巨门的跟前 最终 他距离那青铜巨门 也只有一掌之隔 伸了伸手 就可以触碰得到 他略微地有些变得紧张 看了一眼身前的巨门 直到零距离接触之时 这巨门的浩瀚和大事更加惊人 那些绿色斑驳的铜袖 就如同一块块十字般的某种大物体 镶嵌在大门之上 让人的心头震颤 此刻他扭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后 还有人在急速地靠近过来 他顾不得深思些什么 一咬牙一伸手 直接触碰到了青铜巨门之上 而下一息 他只感觉一股大力 猛然之间从门中出现 直接就把它给吸住了 他大惊之下 几乎下意识地就想要反抗 可是瞬间搜了一下 他的身形化作一道白光 直接就钻入了青铜巨门当中 被吸进去了吗 后方的人都被吓得惊了一跳 下意识停下了自己的身形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着眼前的青铜巨门 一人被吸了进去 但是这青铜巨门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观察一阵之后 他们面面相去 而那万神殿的青年也飞到近前 淡淡地笑道 龙门造化自然在龙门当中 诸君好运 说完之后 他已经到了巨门的跟前 一伸手也贴在了青铜巨门之上 一阵白光过后 他消失了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人也都反应过来 这应该是真正地进入了龙门 当下便不再质疑 一个又一个飞了过去 成神机缘 我当人不让 无论如何 总要搏着一把 哼 我方是天命所归 一个个先天生灵 在这一刻都开始了气势崛起 他们来到龙门 自然都是为了得到成神的机缘 此刻龙门就在眼前 他的心中气势顿时就生出 忍不住地发下了红愿 然后一个个朝着青铜巨门冲了过去 只要身体触碰到了青铜巨门 顿时就化作一道道的白光 没入到青铜巨门当中 来者不惧 刹那之间 这青铜巨门之上 白色的光芒也在不停地闪烁 天上那些先天生灵 已经进了门了 可 可我们怎么进去啊 该死 我才无道境啊 根本就不能飞行啊 这怎么办 空中先天生灵的行动 自然落在了后方的海面上 诸多后天生灵的眼中 这让他们一时间大急 虽然明明知道 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 所争夺的机缘明显是不一样 但是看到先天生灵 已经开始进入龙门 他们却是连路也都找不到 却是急了 那青铜巨门 存在于数万米的高空之上 踏天径以下 根本就进不去 我若踏天已然白在 始终找不到路 今日终有机遇 纵于先天争风 又如何 有踏天径的生灵 目光明亮 眼中带着执念 踏天径 已经可以飞行了 看到空中这一幕 终究忍不住的医药牙 向着空中的青铜巨门 飞了过去 打算进入那青铜门 可是当临近青铜巨门 大约百里距离之后 持续向着高空飞去的踏天径 仿佛一头撞在了一堵 无形的墙壁之上 顿时被撞的头云眼花 差点没掉下来 什么 无法靠近 此刻的他们面色大变 空中的青铜巨门 居然不允许 后天生灵接近 他们连忙扭过了头 看向身后 大量的先天生灵 在他们头顶上飞过 即便是涅槃境 但只要到达了先天 都可以在头顶飞行 先天和后天之间 仿佛瞬间就被隔开 没有任何踏天境的生灵 可以进入到这个高度 换句话说 他们无法从空中 接近这青铜巨门 又或者说 他们没有资格 靠近这青铜巨门 这一下 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化 难堪到了极点 可是这不对啊 明明这龙门开启 先天后天都有机缘 可是后天生灵 竟然连接近的机会也没有 这可怎么办 正在这想着 突然又有一阵的爆炸声传来 众人连忙扭头去看 却是一艘云舟 在踏天境强者被拦下来的位置上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给撞毁了 其中有不少人狼狈地从非洲上掉落下来 身体不同程度地受伤 而这当中正是有不少的后天生灵 甚至在惨叫中从高空上坠下 直接向着海面上坠去 那云舟上还有不少先天生灵和踏天境的人物 连忙地手忙脚乱飞身而起 将那些不能够飞行的后天生灵都给接住了 不久就有人低语说道 看样子啊 这后天生灵不允许接近青铜巨门啊 通过云舟也不行 这话让大量的后天生灵 脸色急剧变化 随即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只能看到空中大量的先天生灵 一个又一个向着青铜巨门的方向飞去 最终进入其中 越来越多的先天强者进入其中 夏居观察了一阵之后 也是轻吐一口气 他看到了那群和尚 大夏 大洲 以及一些他十分关注的强大人物 都先后地进入了龙门 而后他又环顾了四周 青铜巨门的动静不小 但不知道云无双他们 能不能看得到 这段时间 追杀洛剑宗的先天生灵的数量 着实不少啊 没有其他办法了 准又先进入龙门看看 至于他们 希望他们没事 夏居十分的无奈 也只能够这般地想着 当下他也没有任何迟疑 身形一动 就向着龙门飞去了 龙门吗 哼 夏居眯着眼 此刻的他 迎同巨门之上的浮雕 一处又一处 有大部分 被隐藏在斑驳的铜袖之下 让人无法看得太过于真切 那股仿佛和天地融合 越是靠近 就越为难挨 夏居混着人群 来到了青铜巨门之下 抬起头 万里巨门 笔直通天 绝对有大半截 都已经进入到了星空 若是站在玄天星外去看 恐怕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一道青铜巨门 每一个触碰到青铜巨门的人 都化作了一道又一道的白光 仿佛是被这青铜巨门所吸收 眼看着自己在意的那些 强大的仙天生灵 都已经进入了其中 夏居此刻一咬牙 也是伸手触碰了一下青铜巨门 下一夕 他感觉到一股 无可抵御的力量 瞬间起来 他的身形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不见 越来越多的仙天生灵 被吸入了青铜巨门之中 夏方的厚天生灵 则是不甘地大声地喊叫起来 为何不让我等入门呢 天道不公 天道不公啊 机缘 机缘呢 他们听说龙门机缘 人人可得 可是此刻 却看到别人入门 他们竟然连数都无法做到 这让他们心生怨怒 愤怒至极 终于 高空中的仙天生灵 现在变得越来越少 远处赶来的人也越来越少 此刻一道光滑 从远处飞来 大厦和大洲的人都进去半天了 现在应该不会发现我了 那是一个绝美的女子 她身穿紫色的公裙 身材窈窕 风华绝带 但是此刻 她的嘴唇紧咬 眼底又带着一股执念 无论如何 想要掌握自身命运 只能靠自己 龙门机缘 我势在必得 她低语 眼底犯着坚定 不过刚才人太多了 倒是没有发现夏缺 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希望没事吧 此刻眼底又浮现出一丝的担忧 此人正是大九九公主周云威 她记得神灵大战的当日 对方和她分开 看那个模样 分明是想近距离的去看看神灵大战 对方在她的心底 神秘至极 但是 那毕竟是神灵大战啊 即便是那个恰缺 也没有资格去参与 所以她为了躲避大洲的人 远离了这里的是非之地 在广袤的海域当中隐藏 不敢轻易地露灭 却也从未得到过夏缺的消息 不过应该没问题 她那么坏 脑子确实很灵活 明知事不可为 想来也不会胡来 也许已经进入其中了吧 她暗叹了一声 最终来到了青铜巨门之下 深吸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 而后伸手触碰到了青铜巨门 白光一闪 她也消失不见 而在她消失之后的不久 在诸多的后天生灵 不甘地破口大骂声之中 突然 这青铜巨门又有异病 只见那坝下的身体下方 突然也延伸出了一道青铜巨门 这突然出现的变故 惊得下方破口大骂的后天生灵 为之以待 而紧接着 他们就看到 那青铜巨门 一路延伸下来 渐渐地没入了海水当中 那是个倒影 延伸出来的 仿佛是上方青铜巨门的一种倒影 是一样的庞大呀 但是略微虚幻 飘飘渺渺 这 那些后天生灵们被吓了一大跳 迟疑一下 终有人一咬牙 靠近了倒影 而在她尝试触碰之后 此刻的她也化作一道白光 背着青铜巨门的倒影 吸收进去 后天之门打开了 快进去啊 好好好 快快快 成就先天的机缘 就在眼前 一看这一幕 瞬间这些后天生灵们 都开始了疯狂 再傻的人也都注意到 这是龙门 关于后天的大门打开了 瞬间 超过亿万的后天生灵 开始前赴后继的蜂拥而至 幸好这青铜巨门足够庞大 而且无论是任何的方位 只要是触碰到 都有可能被吸收进去 所以数量虽然多 倒也不是非常的拥挤 黑压压的后天生灵 不断的涌入 这扇后天的 又宛如上面的 那个青铜巨门的倒影 仿佛化作了一个黑洞 不停吸收着一道又一道 化作白光的后天生灵 所有人在此刻都变得疯狂 自然没有人注意到 遥远处的海面之上 有几双眼睛正盯着青铜巨门 仙天生灵几乎都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可以行动了 这几双眼睛都泛着清非的血丝 有些疲惫 而更多的却是愤怒 雪神教 算计我宗 这笔账迟早要跟他们算 不过 这龙门是我们成神的一个希望 却是不能放弃 一人低语 没错 这群人正是洛剑宗的几位真传 但这里只有四个人 其中两个相貌绝美的女子 正是云无双 月清城 而另外两个人 则是两个男子 乃是另外两大真传 周末尘和畅秋白 自然不能放过 不过 龙门当中情况不明 或负难料 大家一切小心 月清城低声开口 他绝美的容颜上 浮现出了几分冷漠 没有了平时的慵懒 认真地叮嘱 嗯 事不宜迟 走吧 相貌约莫着二十来岁 但是极其俊美的唱秋白 低声地说道 几人相视了几眼之后 又轻吐一口气 再不迟疑 朝着那青铜巨门 破空射去 大量的先天生灵 早就已经进入到了 青铜巨门之中 而剩下的 不过是一些距离极其之远 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 最多不过涅槃灵象的存在 当发现洛剑宗几人的时候 他们在远处都略微地愣了一下 下一刻 倒吸一口凉气 嗡嗡地议论起来 哎 你们看 那不是这段时间 闹得沸沸扬扬的 洛剑宗的人吗 听说引发大量高手的寻找 但是始终找不到人 还以为他们已经离开了 没想到还隐藏在附近呢 龙门开启 他们才露面 显然是不愿放弃龙门这机缘呢 成神的机缘自然是不愿意放过了 管我 我也不愿意啊 这倒也是 管他们干什么呀 这龙门会存在多久还不确定呢 咱们加快速度 寻找自己的机缘才是啊 对对对 速度快点啊 他们目睹着几个人 接触到青铜巨门消失不见 而后他们也都加快了速度 不停有生灵钻入到青铜巨门当中 仿佛青铜巨门只要是存在 就一直开放 一直到十二个时辰之后 这一片热闹至极的海域 已经变得空无一人 仅有着青铜巨门 还是鼎立在天地间 存在于此 骤然 那青铜巨门所出现的 第十二个时辰一道 下方的后天生灵 进入到的倒影又缩了回去 仿佛重新归于到青铜巨门当中 然后坝下依旧平静的 托福于天 他背后的青铜巨门 却冒出了一层樱樱的白光 仿佛青铜巨门被封锁住了 就这般安静地悬浮在天地之间 之后有先天生灵再次地赶来 看到这青铜巨门 眼底浮现出一抹惊喜 猎猛冲过去 但却在接触到那白光的一瞬间 顿时被弹开 而这些先天生灵 则是呆愣一下 随即却是嚎啕大哭 龙门被封闭了 已经无法再次地进入 他错失了巨大的机缘 悲苦从心中而生 甚至是壮弱疯狂地 攻击着青铜巨门 但青铜巨门依然是蔚然不动 他的攻击一点效果也没有 就这般静静地 门当中的下靴 感觉到无尽的拉扯力道 这种力道极强 不过对于下靴来说 倒还在承受范围之内 他毕竟是三足金屋的战体 伤海静的修为 神魂坚固 而且还有神品的扶桑墓 作为天地之根 这点拉扯之力 于他而言 还不至于让他 感觉到太多的不适应 他才触碰到 这青铜巨门的一瞬间 就似乎进入一个 颇为熟悉的世界 光影在周围剧烈地流动着 形成流动光柱 向着两侧不断地倒退 确实让他 有了一种重新回到 星空古路的感觉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呆愣 而后眉头也跟着紧紧地皱起 虽然料想过 这龙门 可能和上古有关系 但是这熟悉的 如同星空古路的传送方式 还是让夏雀的心头 生起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不知不觉 只是有一些猜测 可是很快 夏雀深吸一口气 耐心等待 不管怎么样 现在人已经进来 具体要面对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 他都已经做好了 足够多的心理准备 而在这样的时空之中 时间都仿佛被无限制地混淆 让他无法清晰地感觉到 时间具体地流逝 于是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终于 这股恐怖的拉扯之力 消失了 在拉扯力量消失的同时 一股强烈的离心力 却是席卷了他的全身 终于 让他的脑子 在第一次 有了这种熟悉的晕眩感 这种晕眩的感觉 转瞬即失 他瞬间又回过了神来之后 还带有几分的戒备 看向了前方 入目的 则是一片明亮的世界 可是 当他真正看清楚 这个世界之时 饶氏早就已经 做好了一些思想准备 可还是被眼前 所看到的世界给震撼 无数的星辰 就这般明晃晃地 挂在漆黑的天幕之上 洁白的光幕 冲天而起 其光源 不知发源于何地 也不知道 它囊括的范围有多大 在那片光幕之外 是漆黑的深空 一粒粒大大小小的星辰 远远地 静静地 围绕着这片光幕 高高地悬浮在空中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些星辰之上 那冰冷形成的陨坑 这果然 已经不再是玄天形 而是来到了星空 传颂的时候 夏雀就有过 这么一丝的猜测 但此刻猜测成真 让夏雀的呼吸 忍不住微微地停顿 他对于星空 显然是没有太好的印象 但是他又很快回过了神 目光落下 看向自己如今所在之地 而一眼之后 夏雀又是微微地一愣 因为在这里 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而他更不是孤单的 因为这里非但不孤寂 反而变得无比热闹 在他的身边 竟然有着数量极多的人 嗡嗡地议论失声 又不停地钻入他的耳朵里 但是 因为这议论的声音 实在是太多了 反而让他一时间 有些听不清 这些人具体在讨论些什么 这些人 难道是那些和他一同进入 青铜巨门的先天生灵们吗 夏雀下意识地猜测 可是这个猜测 还未得到证实 他的心神 却又被眼角一物吸引了过去 那是在正前方 在那深空的广场镜头 一样广袤无垠的事物 吸引了夏雀的目光 因为那是一座桥 一座不知道有多宽 更不知道有多长的桥 这座桥 横跨了整个深空 眼神到了他的视野尽头 都尚未结束 仿佛要延伸到 无边无尽的宇宙当中去 就在这座桥头之上 一道道高约万丈的青石碑 就屹立在那里 上面书写着 几个磅礴大字 通天桥 昆古的文字 夏雀眼睛瞪得老大 而这字正是昆古文 三个字 每一个都高约有三千丈 龙飞凤舞 气势磅礴 绽放出无边的道德 光是看到一笔一画当中的气息 就能够看得出 书写这三个字的 绝非是先天圣灵 甚至 神灵也未必 能够写出这般的气势来 入到圣人的手笔吗 夏雀惊恶 从这个字上 仿佛领悟到一些难以言喻的道理 可是逐渐 他忽然感觉到 眼前的这一幕 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他仿佛 在哪里看到过 类似的场景一般 此刻夏雀的眼底 流露出了疑惑 而后 他又仿佛看到了什么 连忙低头一瞧 地面上 是一种漆黑的岩石 坚固无比 他的目光朝向周围延伸而去 然后他缓缓地 倒吸了几口凉气 如果此刻的 他感觉上没有错 那么他现在 应该置身在一座 星空中的大山上 而如果这个地方 是在星空中 某一座大山上的话 那么这种分外熟悉的感觉 他一息回想到了 那里 通幽世界第九层 我曾经在这座桥的镜头 看到了瞎眼爷爷 和他被夺舍的一只眼 夏雀整个头皮 也在此刻有些发麻 呆呆地看向了前方 他突破通幽境之时 曾经进入一个通幽的世界 在那个奇异的世界里 寻找到了天地根 那个世界 共分为九层 越是往上 天地根的质量越好 他在通幽世界 大沙四方 吞噬许多的神魂 借助这些神魂之力 他终于登顶了第九层 而在第九层 他看见到一座山 登临山顶之时 他又看到了一座桥 而那个桥是断裂的 断桥延伸到了星空之中 不知道通往哪里 他在桥的边缘 看到无数的大展痕迹 甚至在那里也有一座碑 只不过那座碑是断裂的 破损太严重 唯独能够看清楚的 就是一个桥字 而眼前这座桥 这座山 不就等同是放大了无数倍的 那个他曾经在通幽世界 见到过的一幕吗 出去周围的人 除了不知道 浩大了多少倍 又还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 通幽世界那里 是这里的一个投影吗 夏雀瞪大了眼 内心感觉到一种 无比的震撼 他望向了那座桥身 在通幽世界的 那座桥的尽头 他曾经看见过 瞎眼爷爷的一只眼 甚至最终瞎眼爷爷 都有化身出现 那么眼前这座桥 难道也是断的吗 夏雀的心中 又突然涌现出 一种强烈的冲动 他想要去看一眼这座桥 看一看 那在通幽世界段里的桥 在这里 是否也是断的 而且在那里 是否有瞎眼爷爷的 那只眼呢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那书写着通天桥的 三个字的自卑 绽放出了无边的青色光芒 那股光芒之浓郁 又宛如一轮大日 通天彻底 将周围的星辰 都映射得更加明亮起来 然后夏雀终于在耳边 听到了一个声音 那是舒爽大笑的声音 但是那说的却是昆古雨 昆古雨 夏雀瞪大了眼 而后他的眼底 又浮显出了深深的迷惑 我这时又走入了时空 还是那青铜巨门 本身就是通向这里的 此刻的夏雀 走入过时空的夏雀 一时间难以分辨 自己现在到底是身处 何地何时 昆古的跟我走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夏雀的耳边 声音突然变得大了起来 也打断了夏雀的思路 夏雀直接被这话 震得是心神俱颤 猛然之间扭头去看 昆古的跟他走 果然这就是昆古嘛 夏雀的心头 还在微微地颤抖着 至此他才有心思 看一看周围 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于是他看到 说话的是一名 身穿银甲的男子 而除了这名男子之外 周围的人包括夏雀 自己在内 一共有五个 身穿银甲的人 然后就看到一些 身穿瘦甲 铜甲的男男女女 此刻的他们 仿佛是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约摸着 有三四百人的样子 那人说完话 直接一招手 放出了一道光芒 并不多时 高空之中 一头巨兽 拖着一艘 巨大的青芒巨车 降落下来 类似于这样的青铜巨车 夏雀在昆古的时候 就曾经见过 此刻抬起头 他才发现 高空之上 类似的青铜巨车 数量还是极其之多的 一头头巨兽 拉着一辆辆的青铜巨车 在高空上飞过 极其的壮观 银甲所召唤的是 城隍 城隍 其模样似乎 身形健壮 皮毛是雪白色 看上去极其的神俊 他从高空中 拉着青铜巨车而来 落在了地上 一双树桶 掠过了周围所有的人 竟然是淡淡的口吐人言 这些便是此次补充进来的 昆古神尉 嗯 四弟 银甲仰头 对着那城隍点了点头 上来吧 城隍开口 他身遭有光芒在不断的涌动 一看就非同寻常 他说完 在银甲男子的招呼之下 周围的人都开始 登上了青铜巨车 夏区的心头 也在此时变得极其的震产 他在昆古的时候 也做过这种神兽拉着的车辆 但是这些车辆的神兽 多是砸血的 根本就不能够吐露人言 但是这艘城隍呢 明显他的血脉 要比昆古的纯了不少 这让夏区不禁的想起 昆古的几个大尊 昆古的几个大尊当中 就有城隍大尊 在所有人登上青铜巨车之后 城隍四体移动 顿时便登天而去 拉着青铜巨车 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高空上奔行而去 你们来之前 想必各自技工 也跟你们说过 来这里做什么了吧 银甲男子 站在青铜巨车之内 看向诸多身穿着 瘦甲铜甲的男女 说了 让我们来参加大战 有一个铜甲少年 大声地说道 他的神情振奋 眼睛明亮 玩精神不错 叫什么名字 那个银甲男子 看向铜甲少年 笑着开口 而铜甲少年 也是眼睛明亮道 我名魏 魏 不错不错 钢麒麟不就吧 银甲笑着问道 上半年刚刚起铃 魏大声说道 好 钢麒麟就赶来通天桥 有自欺 银甲哈哈大笑 我们鸡公说了 神位就该参与神战 要不然算什么神位 玉外邪魔敢犯我玄天 是自寻死路 名字叫魏的少年 眼睛明亮 带着狂热好道 好好好 那以后 我要好好休息哦 多杀一些 玉外邪魔 才成诺 银甲此刻 哈哈大笑 周围的其他几个 银甲 也都是满意的 喊手 夏缺在旁边听着 却觉得有些古怪 看着眼前的这个少年 魏 这个名字 夏缺微微的粗眉 他可记得 当年他走入时空 那个时空中的父亲 似乎就叫做魏啊 而且还是一名神灵 眼前这个少年 名字也叫做魏 不过想一想 应该只是一种巧合罢了 昆古的人无姓 只有名 崇明者极其之多 夏缺心头古怪 看了少年几眼之后 却也大致地明白了 眼下的情形 通天桥上有大战 一方应该是所谓的 玉外邪魔 而另外一方 则是包含了昆古在内的 诸多古老部落的玄天星域 强大的势力 他显然就属于玄天星域的一方 此刻夏缺的脑海之中 不禁想起了 星空古路上的一幕又一幕 尤其是那图源的星图 那不知道是多久之前的 玄天星图之上 有着诸多的名称 昆古也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那困了他六年的 天元城也在其中 当然还有诸多的 如佛境 如天谷 这些都是属于 玄天星域的势力啊 至于说对手 他们称之为 玉外邪魔 但是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 只是其他星域的人 当然 如果再考虑道尊 道主的存在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就是道主的追随者 或者是 道尊追随者的大战 曾经在昆古生活 一段时间的下居很清楚 昆古的人对于道尊 是何等的狂热和虔诚 思绪纷飞着 很快城隍开始往下飞 下居这才低头一看 顿时就看到一座 雄伟的城 这座用漆黑的巨石堆砌而成 中围有着浓郁的震域光芒 观其雄伟而壮阔 就知道极其不凡 这座星空中的大山非常庞大 这座城虽然十分的雄伟 但相较于这座山而言 倒也只是一个小地方 城隍拉着青铜巨车 在城中停下 下却看到一座座建筑雄伟 一样是用漆黑的巨石堆砌建造 却仿佛挥到了曾经的昆古城之中 建筑的风格很有昆古时期的粗犷 城中的人数很多 拉着青铜车碾的神兽数量也很多 甚至还有不少神兽 在这宽阔的街道上自由地行走 声音倒是显得极其地嘈杂 城隍落下在其中的一个街道之中 这个街道非常庞大 有一种上古所独有的大气 还有粗犷 并不平整 但是却足够宽阔的道路 就如同是一座广场 两侧的巨石建造并不算是精美的房屋 这条街是我们困固在通天桥的居住区 接下来你们将在这里生活五年 这五年之后 不管你们是什么修为 都将要参加你们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战 所以接下来的五年 对你们那可谓是至关重要 玩儿们 努力吧 下了车所有人都聚集在街道之上 那个赢甲开口声音很大 在周围的房子 没人住 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住处 独居也行 几个人活住呢 也可以 不过这里不比竹内啊 来到这里 你们就成了真正的神尉 战士们 必须要听从命令 太过懒散 那是不行的 呃 这位呢 是洛 以后这边的这些人啊 就要听从 他的命令 赢甲在说完这些之后 指了指旁边另外一名赢甲 然后随手在队伍当中滑烂了一下 大概有数十个铜甲 兽甲 被划分到洛的麾下 那个名叫洛的赢甲 则呲牙笑道 好 跟我走 他招了招手 那些被划分到他名下的 跟上了前去 这位是妃 你们跟他吧 此刻赢甲又是一划 又一个赢甲走了出来 也是笑着将画给自己的人 统统的带走 这是要 以后呢 你们就跟他 我呢 名叫疯 以后这部分都跟我啊 他随手划了一下 每一个都划走了数十个人 到最后 还剩下数十个人 以及夏缺 而后 他第一次看下了夏缺 开口咧嘴笑道 嘿嘿嘿 这来了大半天了 还没跟你打个招呼 你 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名叫疯的赢甲 看下了夏缺 夏缺在思索 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 看上去 似乎这里都是昆骨的神位 好像并没有和他一起 通过青铜巨门 一起来的先天生灵 然后被问及 夏缺几乎是不加思索的 开口说道 啊 我名下 缺子差点说出来 夏缺又忍住了 嗯 夏摩 风 微微的挑眉 而后笑道 挺好的 你是这批来的唯一一个赢家哟 以后这群人就跟你啊 要啥子不懂的呢 随时来问我 他指着一群人 还有剩下的数十个人 夏缺略微的点了点头 但是很快 他就微微的一愣 因为很巧 剩下的人当中 现在什么也没有搞懂 突然就让他负责什么 夏缺回过神来之后 下意识的就想要说 而那个名叫风的赢家 已经直接开口宣布 说完之后带着他的人 直接就离开 夏缺想要说话 却又说不出来 愣了一下之后 发现那些被画到他挥下的 童甲和兽甲少年们 都在看着他 夏缺愣了愣神 想了想之后 决定先走走看 其他的之后再说 走吧 先各自挑选自己的居所 夏缺深吸一口气 用昆古语开口 说完之后 少年们就此散开 开始叽叽喳喳的 寻找自己的居所 夏缺自然也是款步向前 眉头却紧紧地皱起 城隍已经 拉着巨大的车子离开 他落地之后 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走了 天空上时不时 有巨车凌空 都是神兽拉着车 气势逼人 夏缺在思索 自己如今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在青铜巨门当中 还是又一次 走入了其他的时空呢 而这样的思索 过了一阵之后 夏缺忽然想到了什么 系统 他开始召唤系统 可是召唤过后 却是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回应 新神想要进入系统空间 也是失败的 夏缺的神情为之变换 系统又一次消失 夏缺的脸色 又在微微地抽动 上一次进入昆谷 系统就曾经消失过一回 而现如今呢 却又消失了 我真的又一次 走入时光了吗 夏缺思绪呆滞 想了一下 就又变得混乱到了极点 他自己进入了时光 还是 他的脑海又想起了 玉龙群岛那些人 一时间忐忑至极 一直到 夏大人 我们已经选好了 接下来怎么办呀 有人在他身前 兴奋地喊叫起来 夏缺有些迷茫地 抬起了头 这才看到 说话的是那个 名叫魏的少年 他的身后 有不少的少男少女 都期待地看着他 他们都已经完成了 居所的挑选 这街道很是宽阔 房屋也有很多 虽然还有不少人在居住 但是选择几十个人的居所 倒也并不是难事 只是接下来呢 该怎么办 问他 而他又问谁呀 夏缺自己 都还是一脑门子的问号 哎 怎么莫名其妙 又来到了上谷呢 不过已经有过 一次经验的夏缺 在短暂的迷茫之后 又是深吸一口气 上谷已经消失在 岁月当中 他虽然莫名其妙地 进入到了上谷 但是很有可能 也和当年的昆谷一样 只是在一个时间节点 应该就可以离开 现在的夏缺 再想更多的 也都无用了 明雾过来之后 夏缺脑子 也开始了疯狂地运转 风说 要在这里居住五年 那目的又是什么呢 正在这想着 夏缺目光一扫 正好看到一个赢甲 带着一群少年走过来 他招呼放出了清光 很快又一头神兽 拉着青铜巨车 又从天际上飞下 不过刚才是一头城隍 而现在却是一头混沌 混沌六亿无头 生就一张大口 整个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口袋 口中也是力尺交错 气势逼人 他拉着青铜巨车 落在了地上 扑闪着六对巨大的翅膀 狂风激荡 跟上来 夏缺此刻心头一动 带着众人就赶了过去 诸多的少年 也都跟上前来 是夏末 你们也打算去五道山末 银甲发现了夏缺等人 顿时微微一笑 开口 是风 啊 风 你打算去五道山 能不能顺便把这些娃儿 都带上 我还有事 夏缺心思一动 直接开口 风也是微微一正 随即又笑道 好 上车吧 很快这群人 呼拉一下上了青铜巨车 眼看着这头混沌就要起飞 又有人喊了一声 叫住了混沌 然后又跑出来一些银甲 和兽甲 以及铜甲神位 面相很是陌生 并不是刚才那一批 然后他们纷纷地和风打着招呼 风也回应他们 他们纷纷地都上了山 夏缺目送他们飞向了高空 雾岛山吗 夏缺不知道雾岛山是哪 但是现在 他还有些思绪想要理清楚 于是转身 一边寻找自己的居所 一边在思索 接下来的他 又该怎么办呢 居所倒是很好解决 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钥匙就在门上挂着 随便就可进去了 那些有人居住的房子 则是被镇域给封锁 门上也并没有钥匙 夏缺随便挑选了一间 里面很是简陋 只有一个石床 上面铺了一些兽皮 除此之外 就已经别无他物 当然 这些对夏缺来说并不重要 此刻的他还在不停地沉思着 系统的消失 让他觉得自己现在大概率 进入了某种上古的时空之中 那么 进来的是自己一个人吗 还是其他的先天 以及后天生灵都进来了 老实讲 夏缺并没有办法去判断 因为那个龙门本身就非常的神秘 进入龙门之后再回去 有关龙门的一切都将会消失记忆 只有成功成神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记忆 北海遇上众所周知的 在龙门之中夺得神机机缘的 却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天机老人 可天机老人 也并未对任何人提及过 进入龙门之后会遇到什么 这让夏缺根本无法判断 此时到底是个个例 还是所有进来的都是如此 但就目前为止 他并没有见到任何一张熟悉的面庞 夏缺促眉想着 神情也变得不大好看 也不知道又过去了多久 夏缺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啊 不管了 是个例也好 是所有的人进来都拔 回到上古本身就是巨大的机缘 在这里 麒麟成就先天生灵 这也只是修武的第一步 要想成神 似乎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管其他人做什么 对 管好自己不就行了吗 想到这里的夏缺 神情也开始变得明亮起来 上古时代 好像当真是机缘不少的样子 其他的不说 光是这先天更金 数量就极其之多 更何况 还有那能够让后天成就先天的奇异白光 除去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种种在后世已经消失的东西 修行在这个时代里 则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放在后世 如果想要成神 他得费老鼻子劲才行 可是在这里呢 也许就是一场祭祀 他就可以成神 这也是不一定的事 在这个神灵满地飞的时代 想要成个神 好像并不再理会 是不是又一次穿越上古的事情 夏缺决定 在这个世界寻找机缘 而首先要做的 就是至少弄清楚 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情况 于是接下来的夏缺 开始在四处显逛 他有昆古生活过的经验 是货真价实的昆古阴甲神位 想要荣辱其中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事实上很轻松 因为昆古的人 总是这么的热情 对于同族 他们百分之百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夏缺刻意地 寻找那些赢甲神位 和他们一番攀谈交流过后 他也渐渐地熟悉了 明里暗里 得知了不少东西 比如这座山 名字叫做通天山 桥名为通天桥 至于桥的另外一头嘛 有一个赢甲护卫 也给予了回答 我听大吉公提过 这通天桥的另一头 连通的是一个 名叫太初的地方 太初 夏缺有些发症 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具体的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 只听说是一个 很神秘的地方 超脱我们玄天星玉之外 那赢甲护卫 如此回答 夏缺沉默 太初两个字 听起来就不烦 不过 后来他又听说 知晓太初的人很多 但过去的 却是很少很少 通天桥上 到处都是域外邪魔 而且还有诸多的险境 凶险重重 根本无法横渡 屈传说 只有道尊首肯 只能在道尊的庇护下过去 然后那人一脸惊讶 和向往 我们身为道尊神位 只要表现出自己的忠心 若能被道尊看中 就会被道尊牵引 通过通天桥 进入那个神秘的太初 他们对太初 有着天然的狂热和向往 似乎 那里是完美的国度 也是信仰的开始 而当夏缺 旁敲侧击这场战场的时候 那赢甲飞的表情 又有了变化 那是一群异端 是域外邪魔 他们敢于来通天条挑衅 自当一刀斩之 他们很是气愤 杀气很重 只是这般说着 可具体为何挑衅 又为何大战 却又语焉不详 下缺沉默 赢甲神位 还算不得 是昆古什么核心的人物 他们知晓的自然有些 大概也只知道是大战 至于大战的背景 算是大致的搞清楚了 可至于背后的人 这群人不说 他大致也能猜测得到 应该就是那个神秘的 到后世连提都不能提的 道主 现在昆古还在 可见他现在所穿越的时间点 要是比上一次昆古大节 还要早上一点 所以道尊和道主 早就已经有了摩擦 那么到后来 是什么导致 道主直接拥有了 镇压道尊的能力的呢 下缺在想这个问题 道主和道尊的大战 最终应该是以 道主胜而落幕的 这点 从玄天星域破败 其他星域 可以随意来到玄天星 就能够看得出 如果是道尊胜了 玄天星域 不该沦落到现在这种境地 如昆古等地 早就可以重建了 那金蝉大尊 也不至于和弃谷 纠缠无尽的岁月 最终落了一个 同归于尽的结局 不过思索一阵之后的下缺 又摇了摇头 道尊道主 那个级别 显然距离他太过遥远 而且 这已经是发生的事情 他即便是重回上古 可是又能做些什么呢 难道还有改变了余地吗 似乎也都不可能了 相较之下 自己能在这里 得到什么样的机缘 变得更加重要 于是他又一次的旁敲侧击 要知如何 才能够在短的时间里 称为金甲神位 在他的认知中 金甲神位就是神灵 为了避免怀疑 他当然不能直接地询问 而是把话题向着这个方向去迎 以他对于坤谷族人的了解 这些话劳们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果不其然 很快话题就扯到金甲神位这里 因为这一堆的金甲神位 倒都有共同语言 都跟着纷纷地讨论起来 这个说 是要参加一次大祭祀 到了大祭祀塔之下 就有可能直接成神 因为大祭祀之时 道尊的意识就有可能降临 要是被道尊的意识看中了 哪怕只是一眼 就能够破除生命的障壁 直接成就为神灵 因为这就等同于被道的认同了 所谓青眼相加 王朝中一个落魄才子 被皇帝看中 顿时就会平不清云 从此过上飞黄腾达的生活 而道尊 相对于一个王朝来说 不知道高出多少层次 被他看上一眼 直接成神又算得了什么呢 甚至于 直接成道 都是有可能的 这种说法颠覆了下缺的认知 但是 银甲神位们 却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可见 这就是事实 不过大祭祀 不是说召开就召开的 千年才召开一度 而且 道尊一时 也不是每一次都降临 而除了这道尊的 青眼相加之外 还有许多的晋升渠道 比如说 吸收足够多的 太初阴晕 太初阴晕 便就是顺着通天桥而来 属于太初的气息 那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力量 先天生灵 一旦吸收 也就可以直接成神 不过现在通天桥上 正在展开大战 他们所在的通天山 属于大后方 在前方还有大量的 入道圣人和金甲神位 以及御外邪魔的大战 这导致太初阴晕 要不然已经被大战的 余波给震散了 也是很难得到的 再然后就是各种的宝药 神药 比如昆古所有的 梧桐树墓上所结的神果 彭古族福桑墓上 结出的神果 佛境中菩提树上 结出的神果 天谷摇池树上 所结出的神果 只要服用一棵 就有大概率成神 再然后就是领悟大道 提升自我修为 如这通天山上 就有十二座悟道山 有十二个祖寿 留下来的传承 领悟其中一个 到达一定境界 就可获得道尊留下的奖励 也就可以成神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很多 下缺一个又一个听下来 整个人都有些吃 果不其然 在这个世界上 成神简直是太过容易了 因为这里渠道够多 甚至多到你不敢置信 别说是成神 就算是成道 也都有大把的渠道 这就是上古 一个先天多如狗 神灵满地走的时代 再想一想后事 下缺下意识的 就想到了苏黄 想到了玄天性灵 想到苏黄那不甘的咆哮 他一时之间变得沉默 一个神灵靠着自己领悟大道 却被本该守护自身的存在 给镇杀镇压着 下缺一时间 也不知有很多 但是现在真正能够把握住的 其实并不多 首先大祭祀 肯定是不可能 这可是千年才有一次的 而根据传闻 上一次大约是数百年前 如果要等下一回 那是还得数百年 那得到什么时候 说不定下缺 早就离开这方世界了 各种神果 那也不可能 那些神果何等的珍贵 可以让先天直接成神 都被各个部族牢牢掌控着 没有足够的地位和关系 哪里轮得到他呢 更何况 他来到这通天山 最少要待上五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允许离开的 而且说实话 就算是离开 也没有渠道 通天山 可是在宇宙深处 四野都是死寂一半的深空 只有通过星际传送阵 才能够互通彼此 星鬼 其实倒也可以 但是很可惜 下缺的星鬼 在系统空间里边 现在 这系统 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就算是想拿 也拿不出来 接下来 就是太初阴云 这倒可以撞下大运 考量一下 毕竟 现在他就在通天桥的旁边 太初阴云 本就是从这神秘的太初 涌过来的 在这通天桥上 的确是有 但现在 下缺出来乍道 想要在短时间里 就上战场 其实可能性并不高 而且战场上 危机四伏 有着各种各样的金甲 和神灵邪魔的激战 大佬 也是无数之多 太初阴云这种东西 可是对于入道圣人 都十分有益的宝贝 而他 又凭什么去夺呢 所以思来想去 似乎 也就悟到山 或许是 累计军功 这两条路了 夏却坐在 自己的居所 想了想之后 心中有所决断 他也想弄清楚 现在这场大战 并不仅仅是 昆古一家参与进来 而是整个 玄天星域的 所有势力 都参与在其中 他背后的组织者 隐隐地 有着道尊的影子 即便不是 道尊直接领导 那么 也肯定 是他手下的某个大能 在统筹领导 所以 只要在这场大战中 表现得足够出色 就可以累积到 大量的军功 而通过军功 就可以兑换到 不少的宝贝 这其中 就包括成神的 神果 还有太初 英云等宝贝 这般想起来 这龙门机缘 似乎还不只是 让先天成神 搞不好 还有更大的好处 也不一定呢 想到这里的下缺 眼睛微微地发亮 但是很快 他又吐了一口气 按耐住 他那有些激动的心情 不过 军功不是那么好转的 首先得上战场 但是战场 暂时也没有机会啊 所以现在唯一 能够成神的 就是领悟到 悟道山的 所谓十二个 祖兽 留下的传承 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达到成神 下缺眼睛飞飞地眯起 悟道山 有十二祖兽 留下的传承 这十二祖兽 下缺已经打听清楚了 是十二种一代和二代 入道的神兽 所留下的道统 从中可以领悟 功法和战绩 据那些赢家所说 就连入道圣人 也经常来领悟 可见他的威能 多么吓人 是真正的杀法手段啊 想到这里的下缺 再也坐不住 他决定去看看 气身走到街道之上 而后一张手 顿时一道清光 从他手中射出 并不多时 高空之上 有一头神兽 拉着青铜车碾下来 那是一头穷鳍 高约有数百米 气势滔天 极其的神聚 他驾着车碾落地 打了一个笔响 形成一道飓风 下缺登上了车碾 穷鳍扭头 厚重冰冷的声音 响了起来 去哪儿 悟道山 下缺直接开口 穷鳍的四体移动 顿时奔袭上天 向着悟道山的方向而去 下缺坐在车碾之上 心头却是感叹万千 不愧是上古大兴之事啊 这样的神兽 也是随处可见 甚至成为了坐鳍牵手 眼前这头穷鳍 修为最少的 也是山海境 用神兽的话来说 是凡祖第四次的存在 放到后世 就是一方大尊啊 要知道 神兽可远比凶兽人类 要强横得多 是具备一定血脉传承 甚至得到了神兽 天赋神通的存在 战力惊人 但是这通天山之上 只是个千兽 工人使用 不得不让人惊叹啊 而刚才 他张手打出的轻光 就是一种召唤的手段 这种手段 只有赢甲以上的人 才有资格使用 铜甲和兽甲 却没有这样的资格 空中一直等候着的 那些神兽 看到了轻光之后 就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供这些召唤者使用 当然 这驱使的范围 也是有限的 通天山 可是无比庞大的 真正面积 比这昆古城 也是有大无小 真要是 这从头跑到另外一头 神兽也得飞上数个月 慢一些的 飞上几年到也正常 所以 只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这神兽会攻其驱使 超过这个范围 神兽就会撂挑子不干 想去 自己飞 或者是乘坐空间传送阵 这一飞就是大半日 终于 熊骑带着下缺 飞上了城市上空 来到了一座巨山的眼田 足足十二座大山 横担在前方 每一座都高约有万里 仿佛要直接进入到星空一样 在漆黑枯寂的星空背景之下 显现出一种磅礴大气 这就是悟道山啊 下却睁眼去看 瞬间感觉到 一种恐怖的大事 缠绕在这些万里的高山之上 他还不懂道 但是依稀地感觉得出 这约莫着就是所谓的道的一种显现 去哪座山 穹骑冰冷的声音响起 下缺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说道 金乌山 金乌山 悟道山一共有十二座 每一座都有对应的夜祖神兽 分别是龙 凤 麒麟 碧系 地江 金乌 奎牛 坤鹏 穹骑 金蝉 混沌 以及饕餐 这十二种神兽 下缺来此 自然是早就有所决断 当然要选择这金乌 它本身便是金乌战体 如今更是金乌拥有 神级的金乌肉体 如同是人形的金乌 金乌传承 自然与下缺最为契合 这十二祖兽 各有侧重 属性有相近的 也有相左的 但无疑都是极端可怕的存在 一般领悟其中一座山上的传承 达到一定的境界 就可以成就神灵 听到下缺这般回答 穷骑也不多话 身形移动 直接便往其中的一座飞去 越是靠近 这种恐怖的大事 也就越发的明显 很快 其中一座山 就引进了下缺强烈的关注 那是十二山中的第七座 高度也达到了万里 与周围相差不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座山 下缺感觉到自己的血脉 竟然有一种想要沸腾的感觉 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感 弥漫在下缺的心胸 冥冥之中 他依稀地领悟 前面那座就是金屋山了 此山周围有强烈的火焰力量缠绕 除非是火属山林 否则靠近会重伤 我就送到这儿 你自行过去吧 穷骑忽而冰冷地开口 在空中停下来 下缺 则轻微地吐了口气 青铜车年 果然就在那七座山前 停了下来 距离山体 还有数千里 但是穷骑已经不愿靠近 多谢 下缺自然不能强求 到了生谢 身形浮于空中 穷骑看了他一眼 转身四体一踏 破空而去 目送他远去之后 下缺这才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金屋山 金屋山吗 说实话 领悟什么传承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期待 他自己所持有的战绩 已经不少了 当年在天元城 他就领悟了许多 如今的射天印 又比如那神引刀 他自觉 都是相当不错的战绩 而系统 也给予了他 不少厉害的战绩 如青莲剑 还有汉天神拳 通过系统 他都升级到了 一代宗师的地步 其中有一部分 甚至升级到了 出神树化的地步 在这里 参悟什么传承 在系统消失的情况之下 又能有多大的作用呢 老实讲 夏区的期待 其实并不高 它虽然有 纯血金屋战体 但是 关于金屋的传承 却是一丁点也没有的 唯一拥有的 就是这天赋神通 而且夏区还觉得 金屋最重要的 就是大日真火 只要是拥有了 这个真火 其他的传承 在他看来 就变得可有可无 不过既然来了 看看 总也是好的吗 想到这里 更多的是带着几分好奇 夏区身形一动 变向那金屋山飞了去 临近过后 他看到这山体 是如何的庞大 万里的高度 几乎刺入了星空 巨大粗壮的山体 看上去 又无比的厚实 而伴随着靠近着的 却是一种恐怖的 火属性力量 在不断的缠绕 仿佛这座山 就如同是一座 熊熊燃烧的神炉 普通的先天生灵 恐怕靠近都得重伤 但是这一切 对夏区而言 这种环境 却让它有一种 说不出的舒适感 仿佛浑身的汗毛 都在此刻绽放 让它舒适的 长吐一口气 然后他眼中的期待 略微的多了一丝 又靠近 而后他就看到 一棵高约有千里的巨树 坐落在了山腰之上 那正是一株扶桑木 两棵巨树相互缠绕 其树深如龙蛆 相互缠绕 直冲上天 最终又瞬间扩展 又超过百里的树冠 盛开 壮大 雄伟 树冠之上 那夜大如丧 一张树叶就有树米庞大 光芒闪动 神奇至极 而眼尖的夏雀 瞬间就看到 在那树冠之上 正有不少的身影 他们盘坐在 一张张的扶桑树叶之上 仿佛是在修行 也是在领悟着什么 夏雀愣了愣神 而后身形一动 也是朝着那扶桑木靠近 想要坐落在其上 可是在即将降落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恐怖的压力 瞬间起来 夏雀 有些猝不及防之下 整个身形都直接被镇压下去 啊 夏雀神情顺变 连忙下意识地就想要反抗 可是下一瞬间 她的脸色又变化得无比难堪 原本应心而动的真元 在这恐怖的力量作用之下 竟然仿佛消失了 夏雀大惊实色 可是连叫都叫不出来 仿佛这股力量 将她的口鼻都给封锁了 于是她整个人 就这般僵硬地直接 从超过千里的高空 坠落下来 恐怖的风声 还在夏雀的耳边呼啸 粗壮至极的树干 还在不停地闪烁 这个速度要是直接砸在地上 虽然她的肉体强度 不至于直接被砸死 怕是也得中伤了 夏雀大惊实色 不断地尝试动用各种真元 而一直到最后十里左右 终于这股力量瞬间消散 而被封印的真元 也在此刻被运转起来 夏雀固不得想起她 连忙就想操控自己的身体 飞起 至少可以直接落入地上 但是刚才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股力量仿佛带着夏雀 在不停地加速 所以虽然她有十里作为缓冲 可是她的真元 在彻底放开之前 还是砰的一声巨响 夏雀有些狼狈地 直接被拍在了地上 地面之上 瞬间就被砸出了 一个大大的空洞 啊 你妹的 夏雀忍不住骂了一句 身体没有受伤 别说是她了 就算是普通的先天生灵 有十里作为缓冲 也不至于受大伤 但是这种姿态 也太过于狼狈 这是怎么回事 夏雀 又嫌懵啊 又一个傻乎乎的 被拍下来的 一阵的嬉笑声 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夏雀脸色不禁一黑 扭头去看 却正好看到一个 身穿银甲的少女 盘坐在树底下 一脸偷像的模样 然后夏雀 这才有些惊愕地发现 这树根之下 此刻竟然盘坐了不少的人 说数量 少说有上千个吧 这树足够庞大 这群人围坐在树根之下 少女开口 她身边的人也睁开了眼睛 然后眼底流露出几分 嬉笑之色 看向了夏雀 同时 有同情 也有幸灾乐祸 这让夏雀不禁呆住了 旁边有人在此时 大笑出来 兄弟 你第一次来啊 不知道这扶桑墓 是不能直接上去的呀 你想要直接落到树冠上 至少得领悟到 金武本源法则五层以上才行啊 而那个是金甲才有的能力啊 哈哈哈哈 我记得上次 我也是被拍下来的 吓死了 差点以为自己要死 幸好留下了十里给我缓冲啊 这才没有直接摔死 看样子啊 不止是我一个是这样啊 哈哈哈哈 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夏雀的表情飞飞一呆 感情这群人 原来都被拍下来过 金武本源法则 就是他们所说的金武传承嘛 要第五层之上 才能够直接落在扶桑墓上 夏雀的脸色顿时已黑啊 他站了起来 拍了拍自己屁股上的图 没有受伤 但的确是太过于狼狈和尴尬了 心中想着 夏雀就忍不住抬头 看向了树冠方向 然后这一眼 夏雀瞬间就发呆了 这颗树冠的轮廓 约有百里之遥 本以为这一眼看去 恐怕就可以看到 一层层叠叠的树冠和树木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夏雀这一抬头去看 却是看到了一轮大日啊 而在那大日当中 有一只张开了翅膀的三族鸟儿的影子 正浮在那大日里面 三族金屋吗 夏雀